非常漂亮的鸟类 它是 有些朋友应该知道 它是 台湾比较 少有的下后鸟 现在很多后鸟都来台湾渡动 那就是东后鸟 但是下后鸟就比较稀罕了 那八色鸟就是其中一种 现在冬天的时候 它是飞回这个印尼 像加里曼丹那些地方 但是它春天的时候 大概三月底四月就会飞来台湾繁殖了 那其中云岭抖六湖山水库 现在在盖湖山水库的那个地方 是它目前调查出来最重要的一个繁殖地 全世界密度最高的繁殖地 但是这个湖山水库动工之后 那个地方的八色鸟大概少了三分之二 那不但那个地方的八色鸟少了 后来发现说 连湖本 就是云林之前比较有名的八色鸟观赏的地方 连湖本的八色鸟都变少了 那这个什么解释 照理讲你这个地方在动工 那这些八色鸟不会乖乖在那边嘛 它就逃到临近地区去嘛 那临近地区的八色鸟应该会数量会增加嘛 那为什么连湖本那边的八色鸟也减少了 这个当然还没有办法立刻去解释 但是我们尝试去这样子讲 就是说在生态学里面最精华的七地 是由基因最优良的个体所占据 所以我们说那个湖山水库那个常识 等于是我们台湾的信义计划区 住的是八色鸟的精英 八色鸟的精英 那其他地方的八色鸟 很多都是那个罗汉卡 就是没有官司权利的 都是那个 它虽然有官司的行为 但是成功率比较低 那这些 我们想像嘛 这个假设那个 信义计划区里面的 然后把它杀掉 那个对台湾整个社会的影响会有多大 那这些 八色鸟的信义计划区的八色鸟 虽然不会死掉 它跑到别的地方去 它就要面临一个它不熟悉的环境 跟当地的八色鸟 有一些 那个 打斗嘛 或是什么 所以短期之内 八色鸟的这个族群受到很大影响 那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说八色鸟的牺牲 它为了就是一个理由 就是 高铁 闲说 目前彰化云林的这个 地层下限的问题 太严重了 所以 高铁公司也用这个理由来 这个 拒绝 那个彰化站跟这个云林站 认为说 我这个地方 我高铁 不适合停下来 因为地层下限太严重 政府就说 因为 抽太多地下水 因为这个农与业用太多地下水 所以我们地层下限非常严重 那我们现在就 改用地面水 改用地面水 用非常 简单的逻辑二元法的 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 操受地下水造成地层下限 所以我 盖水库 就不会有地层下限 地层下限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那事实上 早在 七八年前 我们就跟水利单位讲 湖山水库盖下去之后 地层下限会 更严重 会更严重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已经有潜力了 那个潜力就是 极极兰河院 极极兰河院 当初在盖的时候 政府也说 这个 西南地区 地层下限严重 主要是因为养殖医院 那时候 养殖医院的问题 养殖医院 超抽地下水 所以呢 我们把它 改成这个 极极兰河院的地面水就可以防止地层下限 如果 不但没有防止地层下限 然后 彰化跟云林又多了一个 第二下限中心 本来只有海边 在下限 现在的 内陆都在下限 而且那个 是不应该下限的地方 待会我们会讲 所以 很多的水池圆的 这些 建设呢 事实上 影响到我们整个环境 那 那 这部分要牵涉到这个 六清的 问题 在云林我们有一种 论点 叫做 六清万恶论 所有的 环境问题都归结于 六清 那事实上呢 大部分都讲得通 包括地层下限 也讲得通 也讲得通 那这个待会我们会来 进一步来分晓 进一步来分晓 那 当然六清他的讲法就是说 我又没有用地下水 我 所有的 水都来自于 其其然而言 所以我 当然没有 贡献到地层下限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会 来分解 那 一直有 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就是说 风景 那包括前一阵子 行政院这个 什么每天一亮点 提出一个 黄金走廊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 看到 黄金走廊的想法就是 彰化云林高田沿线的农田 他要鼓励他转座了 转座 修根转座 这个 把水稻田转化成这个汉 或是其他 更 高付加价值的作物 那最主要就是要封井 那到底封井 有没有用 或是说到底要封谁的井 就是 值得去探讨一个问题 那博山水库的议题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他是 不但不能防止地层下限 还会加速地层下限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解释 那这个是一般的教科书 我们在网络上查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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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